以家人之名尖尖大胆点脚吻 林霄瞬间被征服感情持续升温 以家人之名在经历了平分暴跌 观众抵制之后 林霄尖尖的感情细分又让观众们逐渐上头 虽然有些俗套但还是很好看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林霄对尖尖的感情发生了改变呢 刚开始有一个情节尖尖说被子是香的有哥哥的味道 林霄那个尴尬的表情 就像是个娇羞的青春期男孩 从一开始林霄就以一个暗恋者的身份对待着尖尖 不仅仅是哥哥 尖小时候最讨厌拔牙 随口地依据哥哥 你要是牙医就好被记在林霄心中 林霄从不藏着自己对李尖尖的感情 他很直白和大胆地告白让李尖尖的心都乱了 林霄更是上演了西瓜版的土味情话 狂撩李尖尖 两人在厨房壁东真的是太甜了 林霄追妻的速度是真快 他每天晚上都会找李尖尖 直到两人顾到了晚安 才会依依不舍地离开